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李宗盛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AM1089 FM94.3彩虹旗的世界 今天的夜晚因为我们眼睛一直在看 看所有事情的变化包含是人与物 可是人还是对人有兴趣 当然我们如果对人没兴趣的话 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 可是有些人对动物有兴趣 对其他的有兴趣 对对对 对钱有兴趣 大部分的人都对钱有非常大的兴趣 没错没错 成功追求 对生存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谈的呢 是对人有兴趣的这一块 对对对 那有兴趣其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得知 有时候我们会眼睛看一个人 知道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 可是有时候呢除了看我们好像也去耳闻 对对 去听 对或是我们想要去探问那一个人 他不想说的或是他私底下的或隐私的东西 我们会对我们看得到的东西 其实觉得因为你看到我也看到 所以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如果你没看到我看到了对方的一些东西的话 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特别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有些人他会很喜欢看别人 听别人的然后去想象别人的私人生活 最近我有在我的一个新闻里面看到的是外国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呢每一个公寓有些有阳台 对 有阳台 对 然后有些阳台呢 对方因为那个大楼在都市里面都是比较近距离 对 有一对的夫妻还是情侣就不知道了 他们就在阳台上做爱 是的 然后邻居呢一打开窗帘 就会看到他们了 那有这样的一个邻居就也顺便把他们拍下来 然后也送给了其他人分享 那这时候呢就有人在做讨论了 就说那这算不算偷窥呢 因为他可以好好的关起门来 把窗帘挂上紧闭 那是因为想要天人合一吗 有阳光 然后空气新鲜 然后就还是情不自禁呢 是 这个视线其实我们先说明 其实是那个邻居把他们的影片放 如果传给别人 他反而是有罪的 他如果放在那个地方 他最多在台湾只能叫做违反社会 善良风俗 可能整个社会维持法 之类这种而已 非常小的罪 但实际上他的邻居会反而 传播射警影片啊 或是窥探他人隐私啊 这种东西他反而罪会更大 很有趣啊 没错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一对的情侣或是夫妻 照道理来讲他如果有隐蔽性 对 只是疏忽了 对 那有心的人呢就会想要去看 对 没有的他们在阳台 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们反明的走出了房门 在阳台 是 我也曾经看过一个是他在高楼上面 然后在趴在玻璃上 因为那个玻璃帷幕的 然后但是他们很高楼 所以是外面高速公路 或者是开车的人是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从你也知道晚上时间灯光从背后嘛 所以看得到两个黑暗的影子 但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干嘛 所以你看像偷窥就非常喜欢去看 尤其是作案 有没有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兴趣 有些人就是专门靠这样子来满足自己的一个欲望 对 的出口跟需求 对对 但是您正好开冲名义也出也说了 其实上当然我们说偷窥 因为那个偷的那个字 偷那个字指的是说 那个就是被看的人是不知道的 可是您刚刚也说了 其实是被看的人 有意无意的是让别人看的 那现在其实 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偷窥 您正好就一下子就点出来 其实就是这两类 一类是有犯法的 一类其实上是没有犯法的 也有一类人 他们其实上也希望别人偷窥他们的 你有趣 男友然后就吃完晚餐之后 那个男友突然提议到暗像里面去 来做 做爱 对做爱 那那个他呢就一直觉得很很不舒服 但实际上两个人好像是 我记得那一好像是有完成 并且他发现其实是有极度的兴奋感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看到 也不知道 稀来然往的那些人 是不是有的人正好会注意到暗像里面 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就在紧张跟担心中运作 所以带来了其他的肾上腺素的提升 是的 所以很兴奋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形 你会认为是只有某一些人会这样 还是我们其实人群里头大大小小 严重性跟轻度的问题 是啊 我觉得大概每一个人其实 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一定是偷窥 但是当然有一些理论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想都有偷窥的一种欲望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 请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好奇心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好奇心的 只是那个好奇心是看看在什么事情 跟什么东西上 有很多人的好奇心 对世界上很多各式各样的 那个新奇的事物 他其实非常好奇 其实你会看到人类之所以好奇 所以才会发现那么多的理论 人类在好奇为什么外太空 所以人类会需要发明很多的东西 上到外太空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好奇而来的 我认为每一个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好奇心 那只是偷窥窥这种东西 他比较是特别具体在另外一个人 可能人身上 他不是在一个事 就像您刚刚说的 不是在一件事情 不是在一个天然的现象 不是在一个物品 对 而是只是在另外一个个体 不是我 对别人 而这个亏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的社会规范有一点点相关 譬如说我们很清楚知道每一个人的界线 可是那个亏有点像是我有意无意的跨过那个你跟我之间的那个界线 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在阳台里面做爱 这种事情本来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知道 它是需要具有隐私性的 可它跨过了那个隐私的那一条线 就有点难以 这个是我的看法 而且我发现呢 其实会很想要偷窥 尤其是像这种性有关的问题 对 几乎都是男性居多 是的 您说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到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 刚刚说的那个是有点非常特别 举凡平常的生活 你看那个厕所 女厕所尤其是女生上厕所 就会有人要拿镜子或是拿这个手机 现在手机非常方便 所以搞得现在的厕所的那个隔板门 就完全的密闭了 就不再有空隙 因为现在的手机做到超薄 所以那个下面那个隔板再怎么薄 它都还会有一个空隙 然后还有包含你去租房子 然后邻居假设是一个男性 对 然后你要用的可能有一些的租屋 不见得是像套房 对 有自己的位于设备 它可能是在外面共用 是 而他们就可能在厕所里面 也装了一个摄影机 是的 包含公厕哦 有没有 对 公厕 或是这个租屋的地点 对 还有那个设房东 他们经常网民说有设房东 怪叔叔 怪叔叔 然后你就会要换衣服吗 在家里很安全 是 然后酒之 还有包含饭店 是啊 饭店呢 现在很多人 他们就要起开那个手机里面的一个反侦测系统 对 我到现在还不会用 他就会出一个蓝光 对 那你就知道说 哦 这边是有摄影的 对 然后就去找 然后居然是在那个 那则新闻是在饭店里面的电视 那电视就像这样子一个平板 对 然后下面呢 他居然发现 他居然有一个螺丝的那个 那个螺丝的那个装置 对 然后好奇 把它打开 哎 是一个小小的摄影芯片 是啊 是啊 然后就告状 就提告到那个警察局嘛 是啊 然后饭店就一直说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可能是什么前组客人呢 放的 那也有可能 他们呢 就是真的 开了这些影片呢 就提供到有一些的 平台上去 嗯 做会员制 您知道我曾经听到一个案子 多好笑 嗯 另一个男生就是在这种网路上面 然后买了一些影片 就没想到一放之后发现 自己的啊 拿女朋友的 哈哈哈哈 哦 你也都出来了啊 对 在Motel的 好惨哦 对 那是跟他呢 还是跟别人呢 应该是跟别人 把我猜 哦 那球可大了 真是球大了 嗯 所以你看哦 这种方式的偷窥 无所不在 是的 是的 我们最近 为什么我今天谈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发现 现在校园里面的性贫事件 那 这是一个阳台 这是一个 开始慢慢增加的阳台 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 我们都一直认为 就是性骚扰 就是我摸你 你摸我 自己总是 我摸你 这种东西 或是我对你 什么语言上面的 说黄色笑话 什么之如此类 那我猜 因为我们大家 推广的也够那个了 所以开始慢慢 现在校园里面 其实越来越多的 就是头盔 就您说的 在厕所里面 或是在住屋的地方 然后就 比如说装 在浴室外面 装置 比如电视啦 或是在厕所里面 那个 所以我们学校 学校里面 其实这个事件 对于这个 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怎么样降低 这个头盔的 这个比率 然后我开玩笑 所以学校 厕所里面 前面呢 就先放了一个 性评的 那个 宣传单 对对对 宣导 什么 比如性骚扰防治 什么诸如此类的 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们应该要写 你口胎够深吗 因为每一次 这种骚扰的事件出来 其实最后就是 用钱 或是用那个 用进法院 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来解决 嗯 所以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 氛围里面 对 校园 您刚刚说了 对 一直都会有这些事件 而且是样态变了 是 可是我也发现 其实不是只有校园 校园反映了现在社会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电视媒体 还有像自媒体 像网络 其实是有意无意的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推波助澜 为什么你这样说 我应该这么说 因为这种东西的推波助澜 是譬如说 其实亏视这种东西 其实它是在每一个人 我们刚刚自然 每一个人都对别人有好奇心 可是有一些人会是比较特别 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像亏视别人的身体 你看现在的传播媒体 所有的网络还有照片 网美 很多女性其实像是有意无意的去展现自己的身体 我并没有说她们有错 但是看到有一种方式是 其实那种窥探跟被窥探 那个有的时候其实是互相一起的 一起运作的 一起运作 我觉得不太相信一个女性 比如是现在很流行 穿非常紧的运动的服装 然后去健身房 把自己健身的那个影片 或健身的图片 其实放到网络上 甚至有意无意的 其实是从低角度跟背后的低角度 其实去特别着重在女生的屁股跟腿的 腰屁股跟腿的这个地方 所以在她下蹲蹲下起来 其实上那个都是非常的明显 或甚至穿非常紧的或非常漏的衣服 其实去爬山假设 其实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女生不知道 当你穿这样子 当我们穿这么紧的衣服 又从那个角度拍上来的时候 其实你想呈现什么 我觉得那其实上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样子把一个视觉 就是一个看的人的胃口慢慢的养大 然后包含着所有的电视节目 都希望女生能够穿露 她们叫露乳沟的衣服 然后譬如说用前面来拍摄 她跑步的时候的那个乳房震动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那些的东西 其实有一无一的去触发一个看的人 其实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男性其实也比较少 似乎就是男性如果像在健身的时候的那一个 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 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其实在慢慢慢慢的往这样的方向走 当然我也可能会被批评 因为这个身体是你自己的 我觉得身体自主权 它本来就是你的 那你自己想要这样子展示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不能因为你的展示 然后当别人凝视你的时候 又说别人是骚扰 又说别人是窥探 我觉得那东西是一个平等 那这样东西其实上是慢慢在网路里面 其实是被养大的 慢慢的还有那个胃口 跟寻求兴奋跟刺激感 其实上次慢慢慢慢在往上增加的 兴奋的刺激的寻求 会慢慢慢慢的往上 你刚刚提到这里的时候 我昨天也好玩看到了一些事情 我想等一下我也可以分享 我是主持人林彦卿 我是主持人李徐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FM94.3 采访期的世界 刚刚我们谈到了偷窥 我也想到了你说的媒体 好像在助长这些看的胃口 我昨天也不经意的 也在电视看到所谓的瑜伽 瑜伽的运动 然后都几个是年轻的女孩 就用那个绳子去训练 现在新的方法 去做瑜伽 那些的女孩呢 肌肤都是真的穿低胸的运动服 肌肤乳勾很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她们不管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一览无遗的 对对 那到底要不要养成在看这些身体的时候 都是麻木不仁的啦 上面呢几乎都可以看了 只是不能露点 那现在唯一大家包紧紧的地方就是下面 对 所谓的生殖器官那边 那生殖器官因为是完全是不行的 是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的进展程度呢 上面就是非常平常 那最可贵也最难得看见的就是下体 是的 所以所有的焦点火力 全部都集中在下体了 您说的对 这就是为什么偷窥 会不会是这样呢 您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也觉得 从新的 对对对 新的角度 所以 难怪就集中在下面 所以关于所谓的偷窥啦 或是所谓的那个偷拍啦 其实全部真的是都是都是想看那里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另外有一个 另外有 我经常都觉得很好奇 A片网路那么多对不对 你随便找一个女性生殖器 马上图片就出来 甚至你要照片的 要图片的 要3D的 要什么的 模型的 什么都可以 我常常就觉得我很困惑这件事 你又错啦 我又错啦 主持人你又错啦 因为那个影片 毕竟是影片 没错的 他只是一个影像 可是呢 真人呢 是在你旁边 那个真人非常有真实感 而且有临场的经验 这个的感觉是不同的 这就像我看游泳选手 并不一定我自己亲自 对不对 下水游泳 这样子的意思 一样的 是 地图不一定是实地 这个是NLP理论上 没错 对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 包含百货公司的裙底风光 当你在守护梯的时候 是 你就要告诉自己说 你的裙子要够长一点 对 或是你穿的长裤 你要是穿了一个mini裙 或是比较短的裙子 那从下面往上 那我假装我在看手机嘛 是 其实我是打开了我的摄影机的 是的 那我就会拍到了你的这个裙底风光了 那我又有一个幻想 假设以后呢 我们都像马丹娜一样的内裤外穿 好 好感 超人 超人 内裤外穿 大家都是这样子穿着的 对 然后马丹娜是胸部两个 那个花木兰炸弹 如果是这样呢 那可能要看那个 到底穿的是什么内裤的花色 那个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了 对 就解决了 解决了神秘感的这个问题 神秘感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因为她还是要看到 所谓的正式的女性的外音 实体 跟实体 只是这个还是没办法解决 因为在法律上 规范上 不行 那有一次呢 也有人问我啦 就说 我们都一定要穿内裤吗 嗯 嗯 我说不一定啊 我说内裤 其实是我们人类发明的 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内裤的 那没有内裤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通工的 所以为什么穿裙子 比穿裤子 对女生来讲是通工的 那像英格兰的男性 也是穿裙子 对 其实那个都是棒的 只是后来被演化 穿着裤子 对 那裤子的紧啊 不通风啊 高热啊 演变成了今天的男性的稿丸 都处于在高温下 嗯 那个精子受损了 嗯 所以怀孕呢 除了年长以外 还包含了这些外来的 后面的变化因素 而且他们也流行 开始穿男性三角裤了 嗯 因此呢 年纪轻轻的 不见得容易怀孕 因为精子 身长的品质不好 对 品质不佳 好 然后回来了 所以呢 内裤是不是一定要穿 我说句实话 不一定的 嗯 它唯一的功用呢 其实是担心 当你有分泌物的时候 嗯 阴到有分泌物的时候 呃 至少你是内裤先挡掉了 嗯 就不是到了 你的长裤跟裙子 那假设这个分泌物是不多的 我讲白了 那个裙子啊 长裤啊 其实是 没有办法 真的说是 看得到污染的 嗯 那如果你就 就是把它当成内裤一样 裙子就每天穿过了 就是拿去洗 长裤穿了 就是拿去洗 你是可以不穿内裤的 嗯 如果只是一定要讲究 穿内裤 是否穿内裤 是 是 那来了 假设这个 的方向是 对的 嗯 就像女性不一定不要穿胸罩 因为它是一种束缚 不见得是有利的 是 所以呢 就解放了 嗯 胸罩不穿了 OK 然后内裤呢 它实质的功能 并没有什么益处 也解放了 嗯 那来了 那穿了裙子 嗯 有没有 对 里面没穿 没穿 内裤 那我就把 呃 坐公车啊 或是大公交的 嗯 交通工具 我就把脚打开 那通通都可以看见了 没错 我也看过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它也其实像是在地铁 对 然后对面 就搞得对面不晓得看 还是不看 嗯 嗯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环境 造成了人们 要亏与不亏 是的 是的 就是 就是当它已经 稀松平常了 我就不需要亏了 对不对 可是当它是很珍贵的 或是你看不到的 你获得不到的 你 你听不到的 哈 这个东西 其实才是亏的嘛 亏看的 嗯 这东西就像潘朵拉的盒子 那个 那明明告诉他 你不可以把它打开 那因为告诉你 不可以了 所以 可以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变成 非常的可贵了 哈 不可以 嗯 所以你刚说 解决的办法 我刚刚 其实算什么解决办法 是因为我们私底下 刚刚在休息 所以我跟你们俩 主持人在那边聊天 我们只是说 站在一个姓平 每次为了 这种姓平事件 然后为了窥探 又觉得 哎 这怎么办呢 在学校里面 到底怎么做 从教育者的立场 到底怎么做 嗯 不过目前的环境来讲 它确实 因为大家 呃 都是把它当成遮蔽的地方 对 对 OK 对 包含你的隐私 做爱的隐私 是 身体的隐私 还有呃 四处 嗯 的隐私 嗯 说穿的是 呃 每一个人真的都有 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是的 我如果不想让你看的时候 其实真的 你是不可以看的 对的 那现在就是 我没有经过同意吗 对 对 对 然后你真的就去做了 你想看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法是这样定的 是的 所以偷窥的意思指的是 在被窥探的那一个人 他是在未知的情况当中 所以 这个是属于 所以他违反了他的自主权 嗯 对 这个部分 其实上才会形成了一个 刑事案件 嗯 嗯 但如果是他愿意的 他自主的 在那种情况当中 他其实上是可以 嘿 嘿 嘿 我认为啦 不过当然 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在地铁或是怎么样子 或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在阳台上面 他也可以说 我又没有要你看 对不对 嗯 你的窥探 或是你的眼光 譬如说你色秘秘的眼光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心生未步嘛 嗯 就这样子 我心生畏惧 让我心神受创嘛 嗯 嗯 所以现在来了 这个分析下来呢 就会变成是 什么叫做公众场合跟隐私场合了 嗯嗯嗯嗯 假设说有一对醉酒的情侣 情不至今的就是在 大街 大街 就开始性交了 嗯 那错误的就是这一对的男性 男女了 嗯 对不对 错误的 错误的是这一对嘛 因为公开在公开 是 去做性交的行为 这是法律不允许的嘛 嗯 我们现代的法律师 那你现在呢 却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做性交行为 所以被路人看见了 那当路人看见了就看见了 你就不能去拍啦 嗯 然后去送出去了 就是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罪 那个后续的动作是后面的事情 那是后面的罪 那我这样子看到你 我其实我也有满足了偷窥的欲望 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公众的场合 做这件事情 你愿意让我们看 让我们看嘛 那现在来了 假设是那个阳台的事件 嗯 那个阳台的事件 它到底算公众的场合 还是 它的个人住家的场合呢 哇 这个好像应该律师来说 因为阳台是属于它的产权 可是眼睛是属于大家的 我觉得 这实在真的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对 对 这东西是这样子 就有一个笑话就是这么说 一个女生如果在家里 脱光 可是她窗户打开 嗯 然后隔壁有男生看到 这个叫偷窥罪 可是如果是一个男生正好相反 一个男生在家里 那个完全脱光光 那个女生看到她 这叫性骚扰 这叫性骚扰 有笑话是这么开玩笑的 那女生脱光了 然后都是玻璃 对 男生就无意间看见了 这是什么罪呢 刚刚那个 这叫偷窥啊 偷窥的罪 这叫偷窥 那女生是去看到男生叫骚扰 女生看到骚扰 对 是女生去告骚扰 这有性别盲啊 对对对 女生告骚扰啊 嗯 不是男生告他骚扰 是女生告他骚扰 哦哦 告那个男生给他看见 对让他看见 所以心生未步 这是很不平的 我当然知道 这是消化 这开玩笑的 你知道这就是 这就像那个 不过也是可能是真的 对 这就有点像是 你知道骚扰 就是他们开玩笑 如果不帅 人如果不帅 都是渣 都是骚扰 就是性骚扰 嗯 再暖的暖男 如果不帅 都是骚扰 嗯 这开玩笑的 性这个你知道 还有很多网路上 这种笑话 不过这 这些也应该是 这些的网民 对性骚扰 这样子的一个提起 应该是很多的感触嘛 是真的 看了很多的案例之后的一个感触 嗯 对 所以也不能不申请 对 到底在判这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要从什么角度去看 对 这个很有趣呢 嗯 是的 嗯 不过我也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子谈 我觉得 窥探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两大类 一大类是 被窥探的人 他是不知道的 嗯 那当然这个部分本身 可能就有点 是违反我们刚刚说的 社会啊 或违反法律 可是有一种是 其实是被窥探的人 他是知道的 就像你刚刚说 在阳台里面做 实际上是很清楚知道 而且他是有意无意的 而这种窥探本身呢 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 对不对 越来越多的提供 那譬如我们刚刚说的 在网路上面啊 电视节目啦 有意无意的 让我自己穿着 非常清凉的衣服啦 让别人看到我的身体 还有一些 网路上的名人 有意无意 其实让别人 所有的名人 都会可能让别人知道 我的私人的生活啦 包含换过几任的老婆啦 换过几任的老公啊 家里好的样貌 出了什么事啊 对 生了几个小孩啊 然后我今天吃什么衣服 吃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对 有没有外遇啊 然后老公外遇了怎么样子 其实像不是跟 或是老婆 或婚姻生活当中 发生的困难时候 其实并不是两个人 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而是公租到大家的面前 其实让别人来评功 评论断 那甚至还有一个 是我觉得最近很有趣的是 你知道电视有很多实境秀 这种电视里面的实境秀呢 其实有意无意的 也去把所有的 把这些参与的 节目里面的人 其实像都把他们的 生活也都公注在大家的面前 譬如说像TLC 这种电视节目 我没有说他不好 因为那是一个 你情我愿的 这样的电视节目 譬如说叫做 到美国结婚去 这些都是谈论在网路上面 认识之后 然后就直接到美国 然后就一定要在90天之内 三个月之内 一定就要结婚的 因为碍于他的那个 签证的问题 那就整个全程追踪 这样子的一些人 他们的生活的 私人生活 非常私人到 可能连床上只擦 发生性行为的 那个瞬间 把门关起来而已 其实像所有全部 有的是24小时 7-11的 全部在拍摄 对 所以其实以前 有一部电影叫 楚门的世界 你还记得吗 20 我已经很多年 我非常喜欢那部片子 那个金凯瑞 金凯瑞 那个演的 那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被放在 所有大家面前的一个人 一个小孩 就是这样子 可是这种东西 是您知道 就是他是自己知道的 自己理解 他也并且愿意 把自己的私人生活 其实完全呈现在 全世界所有的人前面的 所以有一种 这我说的 其实现在的窥探 已经变成的是一种自主的 也是一种 当然也有一种 是不自主的 那不自主 这当然是有法律的 一个议题 那有一种是窥探 然后在性生活当中 也有一种窥探 有一些窥探 比如三批 有一些的三批 或是有一些的老公 其实是喜欢看到 自己的老婆 跟别人 另外一个男性 发生性行为的 他只是在旁边 他可能不参与 他可能参与 但他不是那种 很涉入的那种 其实这种东西 也算是一种 很窥探 共偶跟换偶是这样 是的 有些共偶跟换偶 可是有些共偶跟换偶 是自己也想要投身 可是这种人只想观看而已 OK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窥探的形式 打不影响未来 充满信心与期待 爱一直处在 属于我的时代 无时无刻都精彩 就在高雄广播 最懂你的电台 我是主持人 我是主持人李寻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彩虹期的世界 刚刚李寻主持人 有提到了各式各样的样貌 快探的样貌 在这样的样貌里头 你刚刚说到了 有些人不参与其中 玩三批四批 对 其实在共偶 或是换偶的生活里面 他们也是有些人 不见得参与的 是的 因为他们也想要 去看自己的伴侣 跟对方发生性行为 但是他们的目的呢 是希望他的伴侣呢 也可以得到快乐 大多都是男性 男性认为女生 都没有办法 像他们男生 可以在外面打野石 或是做性交易 太太呢 都是比较保守的 忠贞的一群被教育的 然后这群男生就觉得 这样对太太很不公平 所以他就会想 也让太太也尝试一下 享受一下这样子的性爱 但是要在大家共同的 眼皮底下 认知底下去进行 不然的话 你是会背着我 那是要背叛 所以呢 他们也希望太太尝试 他们所要的变化 所以他们也会找一些 单身的人 不见得都是一对一对的伴侣 单身的人会来到现场 然后呢 欢迎他跟自己的伴侣 做性爱 但是他不参与 对 因为他觉得应该让他的太太去享受 跟别的男生的一种 性的兴趣 这个是立他的概念 您指的是这个 没错 没错 所以 对他而言呢 他应该比较偷窥 他只是在分享喜悦 他只是让他的老婆 可以得到快乐 所以这不叫偷窥 只是他必须要看到眼界 我会平补着 你背着我 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没错 好利他 可是有一类的人 我可以说 有一类的人是立己 一样是三批偷窥 可是这就是偷窥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可以亲眼看到 另外一个 一对的人 在他的面前 实际上的 可以去 去发生性行为 因为我们大部分来说 要不就看A片嘛 另外一个就是 自己亲身实际的 去参与了 跟伴侣之间的性交 可是他看不到 那个全貌 而是又看A片觉得 就是你刚刚说的 没有实境感 对对对 没有实境感 对 所以干脆 他的幻想就是这样子 所以借由他的伴侣 跟其他另外一个男人 让他亲身实际看到 并且完成了 他的性幻想 所以这种东西 我就把它归类在 偷窥 可是他也没有偷 因为大家都正大光明 可是那个窥探 窥视 而且在现场 可以听到 又有声音 又有味道 又有那个整个 全部的样貌 我觉得那是一种 极度的兴奋的 有 这个电影也演过 在日本的影片 我也忘了他的名字 这位的男主角 就是执行这样 他几乎都是 请外面的人 跟他的太太 现场表演给他看 对 他的性欲 跟性满足 就从这里得到 很大的 疏解 开心 然后他的太太呢 后来慢慢的呢 也很享受了 本来从不愿意配合 后来他自己也投入其中 就是太太的身体也被开发了 也很开心 那当然 这个电影 演到最后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其实人类很好玩的 你经过了这么多场的信 跟这些的历程 最后你还是会爱上你一个 真的很想爱的人 所以这部电影到后面 他爱上了其中 一个跟他性行为 非常契合的男士 就产生了 要离开他先生的念头 大多数 其实在提醒我们 其实在人生的岁月里面 有一段的时间 是在游离 可是游离到最后 其实人还是会选择 自己的真正想爱的人 不太容易是可以同时分享很多 那算是少数人 您的意思说 真的由性而爱是可能的 有 对 有性而爱 非常可能 非常可能 而且我们往往会说 这是男性可以由性而爱 可是刚刚那个意思就是 女生其实也可以 是的 每一个人 其实上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的独特到 没有办法用一个全貌来说 男生就怎么样 女生就怎么样 高的人怎么样 爱的人怎么样 聪明的人 笨的人 事实上是真的是 是 不可以怎么样二分法 所以现在如果是发生在校园的偷窥 大部分都是非自主的 你说犯的这一方吗 对 行为人吗 对 行为人往往都是 行为人 被行为人往往是非自主的 不像是我们刚刚谈的这些 自己自主自愿的 所以他无关乎自己到底穿着是否暴露 无关乎到底是否要愿意 而是他都是不愿意 而且是在一个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当中发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发生的地点都在哪里呢 大部分是厕所跟或是在租屋处 大部分应该是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在校园里面很单纯嘛 教室里面没什么好偷窥的 教室 对不对 看还要再看老师上课再上一次多辛苦啊 应该都不会的 所以一定是厕所 然后宿舍也很少 因为宿舍他们都固定的 宿舍一定是固定 而且每天都固定的人 学生往往不太可能 而且宿舍还有射间什么的 清洁阿姨啊 或者是什么的 我觉得很长难 可是厕所我知道 现在学校的厕所里面 其实都有做了一些的防备了 对 所以还可以有什么办法 是从上面吗 从下面啊 从上面还有一些人是装固定的 我有一个以前一个校长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就坚决 我坚决一定要在厕所里面 一定要有 尤其是女厕一定要架子 因为我们东西很多 说放卫生子啊 放什么东西的包包 他坚决不要 他说你知道吗 架子下面也会装 被装那个 被装闭路电视 我说你就用压克力的不就好了 就解决了吗 他说你知不知道 连那个水箱的下面都会被装 对啊 我就说那真的 就是无所不在了 就为了这种事 所以 真的我的意思是说 我认为 这世界上你要防范犯罪这件事 到零发生率 是不可能的 很难 很难 不可能的 那每一个地方 像台湾已经安全到这种程度了 已经全世界 治安最好的前十名了 我们一样会有坏事发生 我们一样还是会可能被抢 像我就被抢过几次 都在台湾 最近几年 没有啦 大概十年 十年 这辈子被抢过两次 这样 那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 任何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护住自己 我觉得这非常简单 就是不管你觉得再安全的地方 你都不可以让自己的财物 让自己的贵重的东西 或是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 你都很轻忽它 我觉得不可能 世界上是不可能 没有坏事的 那这种坏事只是 比率是否可以降低啊 或是怎么样 讲到这个呢 我不晓得这算不算笑话 嗯 我也曾经把厕所的头盔 跟学生一起谈 然后就问男女同学 嗯 你们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 没有 然后她问 那你讲得太快了 男同学很可爱的回答我 何老师 如果是这样 嗯 我是男的 嗯 我被看了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把那个隔板啊 嗯 做得很密 还是有空隙 他说 他手机不是这样伸过来了吗 我说当然啊 因为你看见了 你要干嘛 你要怎么应对 对对对 因应很重要 何老师 那我就把另外一只手伸过去 嗯 我说干什么呢 他叫他交钱 你看多久了 我一定把他手机就直接抢过来 太好了 我获得一个免费的手机 交钱 交钱 那我就当场哈哈大笑 我说男生跟女生的思维还真不同啊 对对对 我这跟你讲 我常常也在想这件事情 万一我被偷窥的时候 我该怎么反应 哎 真的啊 也问过呢 你知道比如说像Motel里面不是都偷窥吗 都最后只能说好吧 那我就演好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的教育就是说 当你要上一个厕所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一下四周的环境 对 你上一个Motel的时候 对 或是上一个旅馆 那你就要去稍微的注意一下 有没有一些异样 尽量的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 不是可以被偷窥的 那我想大前提就是 意思是你不想要被偷窥 可是有些人 我今天一直都在说 有些人其实很想自己被偷窥的 假设 其实也有一些人 他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去想 让别人看到我这个人 存在的一个事实 那如果是你不想要被偷窥 那这时候当然得自己要多 我们现在教育的是 不想要被偷窥的 对对对 那个有意无意要被看的 我们就不管他了 因为那是他的意愿 他只是不好意思说 大家来看我 大家来看我 没有人这么说的 然后他们就会故意用一个 比较隐晦的方式 去展现自己的身体 是的 那居然是这样的以后 不过这个也是性骚法 一个非常为难的地方 为难的地方 你刚说的那个 我们本来想要不管 对不对 但是那些人又会说 我就是要这样露 但是你就是不能看 是的 就是说 你不可以用我不舒服的方式 来看我 或对待我 或碰触我 对 可是那东西的困难是 你看你刚刚看我的眼神 对对对 我就会觉得说 那那个眼神我就不舒服了 对啊 因为我正好眼神往下挪嘛 因为你正好眼镜挂在 那个你胸部那个位置 就会往下一挪 你可以说还好我们两个是女生 对不对 还好 那我要是男生 我就会被你误会说 我在看你的胸部嘛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你那个眼神我就是不舒服啊 是啊 你看这个多为难啊 是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前面放一个 很大的一个那个牌子 什么样事情可以让我舒服 要先洗好 你的眼神要只能在我的那个头 这个下巴到我的头顶这个位置 不可以到处乱衣 这种 然后眼神坚定 不可以乱掉 我只要有时候觉得也是 好难耶 在处理这些案子的时候 真的很难 是啊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 譬如说像我今天会穿的一个内衣 对不对 一个内的吊嘎 因为外面就穿一件衬衫 然后有的时候万一 譬如说对面还是有一个人 他突然眼神往下一条 然后有时候就会停住 然后我就会去想 我是不是露得太低 所以也会拉拉自己的那个 拉拉自己这个背心 可是我不会觉得 他是骚扰我的 对 因为是我自己 对啊 没错啊 那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看 那个他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我就不会觉得他是骚扰 我只是说 其实希望把自己 可能拉上来一点 或是哪个地方不对劲了 或是他只是看到我 衣服上面一个污渍 对不对 或者看你的项链 对对对 看我的项链 对 我们不知道正好 我们项链正好都会在胸部这个位置 对啊 我会觉得 其实就是我的解释 我从来都不觉得别人骚扰 所以这个的教育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我们现在只是 以当事人的不舒服就可以判定 是的 但是呢 就不会把这个情境放进来 这也是我们在 做这个骚扰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 那个情境的背景是什么 是的 还有那个 真的是不是符合现实 跟符合客观的一个样貌 对 那个东西 所以还蛮高兴的 我们最少还有一个调查系统 一个调查 那个调查最少还是客观跟事实的 不会让这个主观上面认定 说你是骚扰 你就是骚扰了 对 这个很可怕 还有那个调查的一个系统 不然很可怕 真的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来讲 当有人有意无意的 要展现自己的身体 是 那你到底看还是不看 我们女性当然看哦 那些男生很为难 男生很为难 女生看通通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大大方方给他看下去 你知道我现在都是这样 大大方方看下去 问题是对于男性 我觉得他们很为难 是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女生方面的教育 就是当你穿这样子的衣服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去 知道可能会有正向的眼光 可能有你自己自觉的不好的眼光 对 那你怎么因应它 对 很重要 对 不是只有告骚扰 是 比如说你的眼神 让我觉得 你要看 我觉得不舒服 但是你没意 对 那我就可以说 你刚刚在看这儿是什么了 没有 对不起 不是要看你那儿 那我觉得就化解了 可是我也觉得 一个东西是 那我既然穿成这个样子 它本来就会看到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是我没办法理解 就是 那它本来 我们在社会当中 它本来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眼光的 像我们的话 我会觉得 就是我怎么去解释它的眼光在我身上 它是不屑的 还是它是尊敬的 还是它是什么的 还是它是悲哀的 还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每天都被凝视 都被看 那为什么一定要解释 那个男性对我 其实上是一种骚扰 眼光是骚扰的 眼光如果是骚扰的话 那就只要 比如说 假设我走开 我走开 这个眼光就不在我身上了 我转头 我背对它 我一个是各样的方法 我就觉得 对我不会影响啊 那我既然要穿运动内衣出来 我要穿非常紧身的衣服去跑步 那当然你就有权利 实际上这就是你的权利 那别人当然也有看 所有全部在我眼睛经过的 所有的东西的权利嘛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选择穿这个 那你就需要为所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 而负起那个后面的责任 后面的那个所有全部 可不可以承受的那个样貌 这个是一个心理准备 可是我觉得最后呢 你还是要因应 对 因为因应的才会让对方知道说 他那样子的方式是让你觉得 对你而言是不妥的 他那样的方式可能对另外的人 没有不妥 如果对你行主持人OK的 可是对某一个人 他可能在意 因为每个人在意的样貌不一样 那还是要因应 我觉得当事者被看的人 他要去回应对方 他不要都只是闷着 然后就不爽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他们长期 比如说工作场合或是怎么样 那就真的要因应 可是如果是路上 0.1秒算了过了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教育的逻辑 对 谢谢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做到这么广 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知道 你还是要因应 不管你是抱着何种心态来 还是要去面对跟因应 不要一下子都交给所谓的性骚扰 对 好 那也麻烦大家 一样守住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 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N90.3 彩虹期的世界 拜拜 拜拜 拜拜